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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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法案排进去 所以我今天到这里 除了把这个恐童所把它打开 把这样的一个恐惧打开 也希望打开我们社会对 同志的恐惧以外 我想我也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来跟我们在座的各位 同志朋友们 来报告 我即将在立法院所要做的安排的议程 我希望能够在立法院 在这个我们同志大游行 十月二十五号之前 大概在十月中 会把我们的同志的议题 正式的排入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 那我会先以 召开公听会的方式 让正反的意见 让不同的意见的专家学者 能够到立法院来 大家透过一个理性的一个论辩 把这些的议题说清楚 讲明白 同时我也会在公听会的时候 以主席的身份 要求法务部 尽快的把他的法案提出来 那我们也会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前 会把这样的一个法案 排入议程 当然我希望借由公听会媒体的报导 能够让大家更理性的去理出思路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法案 在立法院审查的时候 能够往前推进 希望今年我们有机会 在台湾的国会殿堂 正式审议婚姻平权法案 对不对 表示这个社会一点一滴的在进步 我们要大声的跟民意代表说 如果你不往这个方向前进 有一天你会被淘汰 对不对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大声的问 这些反对的民意代表 你在恐惧什么 你在恐惧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 我们希望用真诚的对话 在国会 在街头 打开他们心里面的恐惧 打开这个社会的恐惧 让大家一起迎接 平权的美好 好不好 那我们在这边是要呼吁 全部的立委 在游美女委员排案之后 正面的表态支持婚姻平权 并且表决通过 那婚姻平权不至于在2016年的1月 就失效了 那婚姻平权这四个字 其实可以拆成两个来看 一个是婚姻 一个是平权 那婚姻这两个字 其实是带有非常极端的性别意涵 它是被强加的 那从某些极端宗教团体 所推动的传统中华美德 一夫一妻 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 三妻四妾 一夫多其中 我们就知道说 婚姻这个字被强加了许多 不正当的性别意涵 那随着时代的推演 以及人权概念的演进 那我们知道说 这时间是我们该要 破除这个性别家属的时间了 那后面的平权议题 则是更为重要 一个人呢 愿意跟他喜欢的人 在一起 共组家庭 共度一生 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 也是有益心理健康 所以孔童才是心理健康最大的伤害跟敌人 需要我们一起来打败他 那 从这个 心理智商这个专业来讲 同性婚姻合法化 它事实上是一个心理健康的议题 因为我们的很多同志 从小到大应该都有在学校被排挤的经验 在家里可能不被父母亲接纳的经验 这种被排除在外的经验 非常伤害我们的心理健康 可是在国家的这个层面 各位想想看 百分之百的同志 是被这个国家排除在外的 所以每一个同志都经验到 我们的国家 不把我们当成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或者是把我们当成次等公民 这样的处境是非常非常伤害心理健康 而且在宣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恐童的国家 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有人 愿意站出来在任何时候 只要你有机会遇到任何事情 任何状况 你愿意站出来告诉对方说 同性恋没有什么大不了 同性恋是很正常的 它跟异性恋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就有可能去扭转 对方的观念 他只要愿意思考 我们就有可能 更多人支持同志 就有更多人 有一种更平常 更充满爱 更充满理解的态度 来对待同志 所以不要忘记了 你们身上都赋予的非常大的责任 我们身为同志 我们身为同志 我们更有这个理由 跟资格跟态度去捍卫我们所爱 所以你们要知道 你们非常重要 你们要把这样子的观念 跟这样子的态度 非常轻松肯定充满爱以良善的 告诉一些反对你们的人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保留一个空间 让他们有时间去过滤 去沉淀 去转换 我觉得这就是跟爱的相互尊重 我们很快的就会送出我们的 视线的申请书 那知道 大家知道在8月1号 有一个民间版本 就是前大法官 许玉秀大法官 所召集的一个 模拟版的民间的一个宪法法庭 其实这个宪法法庭的判决 已经宣告就是说 现行的体制 排除同志 伴侣 结婚的自由和权利 是违宪的 那么民间版的 已经做成了这样的决定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真实版的大法官 会做成什么样的决定 会不会给我们一个 好的说法 好的交代 但是呢 今天我们就先身体力行 跳一段断开索任务 为我们的视线之旅 展开一个灿烂的一个启程 谢谢 在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看了非常多行政部门 跟立法部门 互踢皮球 不肯接下婚姻平权大球 的这一种 非常让人伤心的景况 所以我们今天打算 要把婚姻平权具象化 我们制作了四颗大球 上面就写着 婚 婚姻 姻 姻在这边 好 婚姻 平权 这边有两颗球 这颗球是要给立法委员的 对 对 这本七颗结婚 我们我女朋友不能结婚 我们出来跳的治疗结婚 你是不是要跳 没有 这本地球 迷洪的条 加油 加油 好 一月不一出球 人民愤怒丢球 人民愤怒丢球 立院接球 立院接球 你们既然成功的把婚姻平权 四个大球推进立法院 给自己鼓掌几下 好 共同违线 立法委员 出来面对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用彩虹 来彩虹我们的立法院 来彩虹我们的立法院